哎呀 大周不是我说你 你鼓鼓求求的在那算啥呢 算啥你 你不知道 我这一堆难事啊 说出来 说出来让你乐呵乐呵啊 最近孩子这不要补课吗 补课你就到处多少钱呢 我这不算一算一课 我咋去还能多挣点钱呢 叉叉 不是我说你 你这整的没用的 你有那功夫 你有那个精力 把节目好好弄着 这收拾力一上去 想要啥有啥 啥时候答应咱俩 收拾力上去给咱俩加钱 答应了吗 这不是我心中美好的愿望吗 那我收拾上不上去有啥用 我还不如算账呢 我就搁这 你是想说 现在带一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哈 对吧 你实在有多贵啊 是 尤其是这个小爸爸小妈妈 然后呢 上有老下有小 赌一个克 一年一万多 那你是爸爸妈妈 两个人带一个孩子 如果是一个人带呢 那是不是就更不容易了 对吧 你看 你说这个 就跟今天来相亲这个姑娘 是一样一样的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压力不就更大吗 所以呢 他要求 就是找一个 比自己挣得多的男的 能帮他分担分担 我觉得这条件不过分 不过分 你这不知道这女的挣多少 我告诉你 那能挣多少 比咱俩多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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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您这样的性格 一定就是身边的朋友会特别多 对不对 对呀 我的闺蜜特别特别多 那这样吧 就是你带我看看 你的闺蜜们什么样子 好的 没问题 到了 到了到了 就是这几面是吗 对 Hello 就是小微这人吧 就是非常热情 然后呢 就是我们都在一起好多年了 就想让他找了一个 最起码的话 咱们不说条件怎么样吧 就是那个人品必须得好 这样吧 既然就是已经说了嘛 说这个您是最好的闺蜜 这样 作为这个最好的闺蜜 然后带着咱们这些姐妹一块 给咱们这个女嘉宾徐文静 一块打打气好不好 好 看来呀 咱女嘉宾平时做人还真是不错 一听说要来上咱们节目了 朋友纷纷送上祝福 小妹 三 二 一 走 小妹 加油 加油 谢谢 该说不说 咱这文静人权不错呀 那必须的呀 我们节目推出去的嘉宾 那个人个人都是优质男女啊 不过今天呢 我还真有点犯难了 你说这么好的姑娘 咱们得给选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 才能配上呢 那不很简单 吐脑瓜是明摆的事吗 咱说这文静是啥样的 能挣钱是不是 那他就肯定得找一个 他的事实的 过日子性格好 主要是顾家 你心里搁家里找这事了 爷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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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辉赵先生是吧 对对对 好 咱们你家人已经到了 等你半天了 走走走走 请你请坐 你好 你好你好 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这叫徐文静 然后这位叫赵辉 相亲对象赵辉 身高1米72 体重140 一气职员 月基本工资3000元 第一项 感觉 感觉还可以吧 感觉这个人是一个 比较精明能干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感觉说话挺朴实的 挺真诚的 从欺赏过来啊 嗯 欺赏 这样吧 咱两位就是简单的先 互相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家里的这个基本概况 这俩人初次见面 还有点腼腆 是不是准备酝酿一下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最后还是咱小伙 按捺不住 首先打破了成绩 开始介绍起了自己 我那个我叫赵辉 完了那个我家 在那个狗儿脸帽上住 完了现在呢 家里是种了三十五地 你多大 我三十二岁 三十二熟龙的啊 对 那你几月份的呀 我二月份的 那结果是什么 没有 嗯 那你之前做什么呢 之前 这个 从二十岁 二十岁出来的 在那个大连造成厂 在干电汉的 电汉活 完了二十七回来了 自己 在大连干什么 造成厂 船厂 完了之后呢 那做那么牛软还回来了呢 年龄大了 哦 父母不让在那边 非得让回来 相亲了 看对象 哦 看对象 这小伙儿屡历还挺丰富 天南海北都走路 这是想用广阔的见识 博得女嘉宾欢心的 嗯 第一个就是那什么 开了一个水包 果汁店 嗯 完了之后那个 做了一年 也那个位置没选好 当时因为位置没有选好 第二个项目就是 在家里头 卖过那个 开过那个 农资 那个行业也挺好 那时候不干了呢 挺好是挺好的 但是那个 竞争力比较大 嗯 再一个投资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比较 小问男嘉宾 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 压钱这个事吧 是肯定的 嗯 但是我觉得 不管做任何生意 只要是 都压钱 对 自己拼都压钱 没有说不压钱的 而且你自己不说 这个项目特别好 而且二十七八岁 我觉得那个时候 男的正是血气放钢的时候 为啥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兼职 这个项目好好拼一下 这个我很好奇 因为 这个 我说了嘛 竞争力也是比较大 但是现在行业 很多都竞争了 不光就是一家 转货化为竞争 只要是现在中国 任何一个市场 任何一个项目 进去都会有竞争 为什么怕竞争呢 这两个问题可不简单 在小伙儿 究竟能咋回答呢 就是说的 就是说我们行内的人都说 说你要干这一年 你就得少活十年 嗯 然后那个竞争 我现在特别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您看就是 您今年是三十二岁 然后我特别好奇就是 您为什么三十岁之前 就包括三十岁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您自己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亲爱 特别合适的 就因为 就因为这个心 就是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结婚的心 就是想想干事业了 我希望找到的是一个 我不需要他能说的 多么多么厉害 多么多能挣钱 但是呢 最起码你这个人得重感情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说的 我在外边打拼的时候 你在那个 就是说的 在家里头 就是说的 能够多多地照顾好家里的 这些人什么的 我一个月一万六七吧 一万六七 对 然后那个 有的时候好的时候 赶上十一五一两万多 就家电生意这块 对 家电生意 姑娘沉气了半天 终于说话了 不过这一张嘴 条件可太好了 让咱小伙儿压力不小啊 那家庭这边呢 家庭这边的话 儿子在 在那个 我儿子在他爷奶那边 因为婚了之后呢 那个就一直出来 打拼打工 然后14年 自己做的家电生意 一直自己年 房子有房子 而且想法也是不一样了 我想找一个 跟我就是差不多的 这又提了想法 又说了差不多 咱小伙儿到底差在哪儿呢 是不是有点让女嘉宾失望了呢 这个我觉得吧 只要是有这个心 只要你有这个心 有这个志向的话 早晚都会成功 跟他谈了两句 就是说 我感觉 他没有主心骨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记得吧 两个人在一起 不一定说 非得说大富大贵的 但是说 基本上吧 就是说 自己现在 随手花都有 反正讲来呢 就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需要说 有这个大花销的时候 也拿得出来 这样就可以 就是说 我想找的另一半吧 就想说 第一经济技术好 两个人经济技术好 我再要孩子的情况下 我可以为他生孩子 就是再要孩子的情况下 两个人呢 家里边会过得更幸福 那是这样 就是 现在我觉得吧 就是 您所谓的就是 能直接拿得出来 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知道您说的 肯定不是百万千万 但您觉得拿得出来 是一个什么概念 现在您能不能 做到拿得出来 这一会儿家庭 一会儿事业 看来小伙子 是彻底慌了 面对咱导演的问题 小伙子又是 咋回答的呢 这是第一点 现在的重心 主要是在事业 还得是在事业上 今天主要问题 在经济上嘛 那这个经济的话 你更希望你未来的另一方 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保守来说 就是说我也不要求 说大富大贵的过一生 就是说这样的话 也会很操心的 但是说最起码的 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 一个温馨的家庭 最起码的条件 一年去了 去了那个就是花销 也得剩个二三十万 对不对 在女方这方面吧 我还是说的 就是说的 我能给你创造什么条件 那是我的事 但是说的 你这做法吧 就是说的 别说的光 只为了说的 你有钱 或者说你怎么 你富有 我也跟你在一起 我更希望达到的 还是说啥呢 就是说真正的 对我这个人 有这个是 有一个真正的感觉 看来俩人真正的问题 是出现在了钱上 咱姑娘害怕孩子吃苦 小伙似乎正在努力 看来这爱情的路 不仅有精神 还得有物质的支撑 俩人才能幸福长久 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对这个方面吧 就是说两个人 如果说 你要是真正是说 你光有事业了 你家庭散了 那也不行 但是说你光有家庭了 家庭好了 之后那个 事业这方面呢 不行 那也不行 你就是说得两方面吧 你得 第一 双方面都做好 该说不说 这俩人有点可惜 你看这方方面面 长相啊啥的 这脚挺配的 特别我那一做的时候 你说两口都有点心 你看文静那么干练吧 他就应该找一个 比他还干练的 比他挣的还多的 赵婚啥样人 你看出来没有 一脸 不知声不念语的 是不是啊 对 不愿意说话 那这文静是啥样人 气得咔嚓 对啊 疯疯活活 而且嘴不带上人的 他嘞嘞啥事一掰 这文静当作两句话 给赵婚嘴一句话没有 这是啥 女强男弱那美好 你说文静八年没结婚呢 为的是啥呀 不就为了自己的孩子吗 是不是啊 哎呀一个女人 带一个孩子八年 他得吃多少苦 他得担多少岁 要说女人呢 还是最了解女人了 这么说的话 这文静还真应该找一个 成熟稳重 能照顾家 能担起事的男人 你看看 那不还是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咱俩就得按照这个方向 再接着给他安排才行呢 刚才接到了电话 说咱们男嘉宾已经到了 咱们一会看看 哎呦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哎 孙庆斌对吧 对对对 你好你好 请进请进 相亲对象沈庆斌身高1米72 体重140斤 电影放映员 约基本工资4000元 两个还是很方便的对吧 对对对 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叫徐文静 沈庆斌 请坐请坐请坐 今天很高兴能把两位就是 男女嘉宾能起到咱们相亲的栏目组 这次的相亲对象看着可挺成熟 而且呀咱这小伙子那是特别相中咱们姑娘 特意从严急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来相亲 姑娘一听那也是感动得不得了啊 这不这位姑娘就主动开始介绍起了自己 我叫徐晓菲 我是88年的 然后是离异的 有个儿子 个人呢就是说 现在呢 自己做一些家电生意 然后 现在就是 单身8年了 离婚8年了 就是说现在 一直单身 孩子呢在 在爷奶奶那边 然后 一直在那边上学 我叫沈庆斌 然后我在 严急 我房子也在严急 然后我在那边上班是在电影院 做电影放映 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总能接触到新的电影什么的 然后我的 我上一段感情是 也是跟你差不多像10年前了 现在谈一下对咱们那个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的话 他这个男人看起来还可以 就是说朴实 然后挺简单的 说话挺踏实的感觉 感觉还行 第一印象还好 但是我感觉这个 他属于概念型的 这小伙子说姑娘是概念型的 难道咱这漂亮姑娘 不是小伙心中的梦动情人吗 原因呢 就我做的工作 相对来说 身边的这个女孩子比较少 就这次这个工作 因为我获了好多工作 这次这个工作的话 相对来说身边女孩子比较多 但是毕竟年龄到这了 大多数身边的同事什么都是已婚的 或者是即使是未婚的话 年纪比较小 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是那个 我老家是 贵南县的 知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听说过 就梅河口不远 梅河的 那目前就是男女嘉宾两个人 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人目前在长春常住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延吉常住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两个人是否能做出一些小的调整呢 两地都无所谓 就是说都有房子 但是呢 他得来长春生活 我可以把年纪的带着 房子卖的 再到长春来 但是我不知道女嘉宾 对这个工作方面 稳定性要求高不高 看来咱们刚才是多虑了 这小伙子的姑娘挺主动的 竟然表白女嘉宾说 可以到长春来结束异地 姑娘会因为小伙的表白 从而感动吗 就是别说一个男人 就是一个女人的情况下 来到长春 现在搭工也好 怎么也得一个稳定一年左右 那这样 就是咱男嘉宾好像也是漂了很多个城市 对吧 然后咱男嘉宾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转接和过渡的呢 因为以前年轻嘛 喜欢到处闯 然后也是考虑全国各地到处看一看各地的风景 更多人情嘛 然后没有说很怎样的说在一个城市做到很成功了 我这点是这样啊 就是有些事情有主见 但是我认为我在生意这方面 经商头脑这方面呢 不是很强 所以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没那么有自信 你知道吗 没想到男嘉宾心里还藏着一份关于工作的不自信 这样的性格能让姑娘看好吗 我觉得没有积极性 而且呢也对于在我的心目当中 对于家也是不是很负责任的一个男人 我那个可能我的另一半也需要 他对这个事业是一个经营乐的方式 而我是一个工作乐的方式 一个打工乐的方式 就是找一个给我送孩子 说家屋的就可以了 我挣多少钱你就把架构整明白的 孩子饭上饭掐上菜屋 收入明白就完事 我就养你 你就可以了 我就想找个嫌弃两口的女人 是吗 不是 你解错了 没事那咱具体说一下 那个因为我之前那个女朋友啊 最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还在上班 工作不太顺心 把工作迟了 然后自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我就会发现 在他上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效 然后当他不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少了很多话题 我不喜欢做那个居家园的女人 就是那嫌弃两五 都没带在家里面 家庭妇女 我想听到一些更具体的 就不是说光抽时间 因为都说嘛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合适 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不合适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更有发言权 因为毕竟有这种婚姻经历嘛 面对导演尖锐的问题 小伙把问题丢给了姑娘 这个举动可不咋审视 那在一起的时候都互相喜欢呢 因为就是包括外在的 看着举例子 咱们不说男嘉宾 像我要不是说再结婚的话 属于第二次婚姻了 我会很深重 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因为这个看女方要求 如果这女方既要求 男人又要创造很好的经济小件 又要很顾家 两方面都做到我觉得很难 你也看到这个状态 就是说对这个经济方面 不是说特别自信 我也觉得就是可能 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果然咱小伙刚才的举动 让姑娘不太高兴 不过小伙子的生活方式 好像也跟姑娘稍微有些不同 因为我有个儿子嘛 在奶奶那边 但是说以后孩子肯定得管 我想就是说 不管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事业和家里边 都会用心地去做 都可以帮你兼顾好 对 都可以兼顾好 无论是男人 女人 假如说男人在外边做事业 家里的话 女人会打算干净了 那个就是包括一些家务都没问题 这样我看那个 咱们男嘉宾之前来的时候 很细心 然后给咱们女嘉宾 准备一些小礼物对吗 对 小伙情商还是挺高的 看到没办法挽回女嘉宾的心 还是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拿了出来 这也获得了姑娘的肯定 可以吧 谢谢 就是说咱们做不成恋人 咱们也可以做朋友 假如说以后来唱春了 你说 哎 我们有个小老妹 这小妹来吃点饭喝点 或者是说 我可以随时安排 就是说 像做买卖一样说的 跟顾客 就是说买卖不成人一再 但是咱们有意义一定会有的 但是说 不成恋人也是好哥们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文静呢 他有他的生活态度 小伙子呢 有小伙子的生活态度 可能他俩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 因为文静这么多年一个人带孩子 有事就得自己拿主意 就得自己给自己鼓劲撑腰 对不对 那对 因为社会也没有个老爷们说 你也不能跟人家老爷们讲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就习惯了自己扛 但是呢 这小伙子有小伙子的想法啊 那我一个人吃饱了 我全家不饿 我干啥给他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看我说来戏 我不就是因为这个来戏吗 那四十时候正好时候 三十多岁或者多少 身体方面面精力旺盛的时候 你不干了啥 你成天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你干啥去你啊 我就最脾气 你人活着你没激情 你不热血呢行吗 你跟我说你找不着对象 你成天一点正事没有 你咋激动了呢 我激动 我不就热血青年吗 你青年呢 我这中年吗 你中年呢 我老年目睛没几年了 你非得跟我搬是这个 我不就说你人活 你管多大四十 你不得咬这劲吗 行了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啊 那个老沈家那个小伙 就你大卓哥说的话 你好好地琢磨琢磨 完了你也别着急 这事呢不能急 咱不能弯框的就是菜 慢慢等番节目快结束了 热血啊